10月31日的上午9点20分,朱婷的最新消息来了 大家好,我是倩宇 10月31号的上午9点20,朱婷又有新消息了 这可真的是让人既期待又紧张了 要知道自从朱婷加盟了一甲豪门 客内利亚诺以来 她的每一场比赛,每一次亮相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 特别是她在一甲的首秀 这个表现可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了 让球迷们直呼朱婷怎么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朱婷的最新动态 看看她最近到底在干什么 话说朱婷呀,那可是中国女排的传奇人物了 曾经的队长带领中国女排南征北战 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可是自从巴黎奥运会归来之后 她选择了离开斯坎迪奇 转投一甲豪门克雷利亚诺 这举动可是震惊了整个排球界了 毕竟克雷利亚诺呢可是一甲的顶尖球队了 她能够吸引朱婷这样的顶级球员加盟 那绝对是实力的体现 可是朱婷并没有第一时间来到意大利 而是选择了休息调整 这一调整呀就调整到了10月的7号 她才三三来迟的来到了俱乐部和队友会合 此时呢一甲连赛都已经战败两轮了 朱婷出来乍到自然没有获得上场的机会 球迷们呢也是等着花都谢了 就等着朱婷在这个先球队的表现 终于在一甲第五轮的比赛当中 朱婷迎来了她的先赛季的首秀 可是呢这个表现呢可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她出战了前两局 总共呢是四扣一篮一发才贡献了六分 进攻数据呢更是让人不忍直视 15扣4中1失误0倍篮 成功率呢仅为27% 这哪是我们熟悉的这个MVP的收割机的朱婷呢 更让人这个尴尬的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呢 主教练桑塔雷利竟然被波兰主攻卢卡西克换下了朱婷 卢卡西克仅打了一局就贡献了5分 表现明显好于朱婷 而另一名首发主攻加比呢 全场拿下最高的14分 荣获了得分亡和MVP 这样一来呢朱婷的处境可就尴尬了 在克里利亚诺这样的豪门球队 主攻位置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朱婷想要上位主力 那可得拿出真本事来了 说起这个原因呢 和朱婷的手腕就伤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啊 排球运动员的手腕那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朱婷的手腕却一直有伤在身 这让他在比赛当中很难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势力 再加上他一直在进行休息调整 可能还没有完全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吧 所以呢才会在这个一甲的首秀当中表现不佳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朱婷毕竟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球员 他有着坚韧的意志和毅力来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 我相信只要给足他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他就一定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巅峰状态 毕竟他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排球天才了 据说呢朱婷在训练当中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了 那么经过调整呢 据说朱婷在训练当中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了 他不仅能够积极的参加各项训练项目了 还主动和教练队友沟通和交流 寻找自己的不足之处 看这个架势呀 朱婷那是准备要王者归来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咱们呢不要太心急了 朱婷毕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风雨的人 他有着自己的节奏和计划 我们呢要选择相信他 给他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恢复和调整自己的状态 本期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